接下来呢我们要说说赵薇的好朋友 玉姐舒淇啊和小鲜肉彭于燕呢 这一对搭档兼好友呢 在新片《圣者围帮》里呢 引起了这个姐弟恋啊 擦出了火花也是不小的 在台下呢扮演欢喜冤架 唱起了双簧来也是喜感十足 一个是格子大衣外加名媛礼貌 另外一个是毛妮西装搭配帅气微笑 舒淇彭于燕这年代感十足的造型一亮相 不仅回头里满风 还自带背景音效呢 不过两位同学留给大家的正经脸 永远是短暂的 拍照任务完毕 二火之魂重燃啊 舒淇一秒化身 彭于燕丑兽大白科 给大家揭秘男神不为人知的黑历史呢 我就坐在那里培养情绪 因为要流眼泪是一个非常重的感情的戏 他突然就来给我黄飞红 哇哦哦 擦擦擦擦 然后一个皮擦 整个裤脏就裂了 内裤的颜色是 还好穿皮的 这么不堪回首的往事 被全世界知道了 烟绸着自己高大威梦的形象不在 彭于燕也炸毛了 通常女生姐都不太吃东西 就感觉不食人间烟火的那种 舒淇在微博上纠结了一个月的吃没吃的问题 就这样被彭于燕同学无情地揭穿了 吐槽完毕 还得来碗星灵鸡汤 润润嗓子 严肃地聊聊爱情关 我觉得爱情关于后来就比较突然一些的水源 不要比我外婆大就可以了 不要比我儿子小就可以了 两位同学对姐弟恋的包容度 宽广的箭直能够塞下整个太平洋啊 不过女神 既然你自己主动提到了儿子的话题 别怪我们往下联想 难道你这是有结婚生子的计划了 结婚可能就会 那生了小孩就一定不会 就会吸氧之后 对 我觉得如果生了小孩 我觉得我是要对他负责任的 所以我应该就不会断过 那现在有跟妈妈就 没有啊 还是你真的很想不想看到的也是 行路在线北京采访吧 非常逗乐啊 彭于燕的确现在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男神 帅出了新高度